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大两小 五条人命大家想想看 那就是人命 当然今天的新闻一定是放在林毅庭 林毅庭回国 赖清德派三架F16半飞 为英雄锦上添花的人都会做 锦上添花的 林毅庭七年 他也是打冠军 可是被前总把他撤销 那时候政府在哪里 请问一下 小董问了 小董这几天所有节目都问了 那政府那时候为什么不挺他 那时候是蔡英文 今天政府回应了 他那时候虽然被撤销 我们照样花给他国光奖金 回捕 看起来小董骂一骂还是有效 小董骂人 常常被告 因为昨天群主很多朋友都在传 小董你又官司又赢了 媒体有灯 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在自己的节目不太谈自己的官司 因为我担心法官会有压力 所以你这小子到时候你怎么样 你就在节目上骂我或怎么样 会有这样 但是我也很庆幸被我骂的法官 大概没有人有怎么样的审过我的案子 以前有 后来我就回想一下 以前我有哪个案子被他判如罪 然后最近为了某个事 我只要要骂他 我只要骂他 就是论事就案论案 小董就这样的人 那当然各位朋友 你有时候看这些官司这么多 当然今天的重点很多人都在讲柯文哲 因为我刚从中广过来 我在中广讲了柯文哲很大一部分 如果很多朋友有兴趣的话 柯文哲这个人我讲最久 我讲他已经2014到现在10年了 我非常看清楚他的人格 对不对 我从头看清楚他的人格 我讲你今天很多东西都印证了 这一次总统大选今年年初 那时候要讲蓝白河 我周遭蓝营的这些名嘴这些朋友 多数都把挺柯文哲政 柯政活护 要不然就柯政 国民党不要提名就 帮柯文哲去打败民进党就好了 那时候都这样的主张 柯文哲可以信任吗 大家想想看 柯文哲本来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嘛 他不可信任 而且自以为是现在所有东西推给别人 我讲就是 那接下来他必须面对司法了 我老实讲 就是面对司法 他当然都会推啦 柯文哲就是 推不掉就开始哽咽 嚎啕大哭就玩这一套 过去这些都有效 为什么过去有效现在没效 因为他过去跟民进党是一吼的 我们司法就是民进党的 我简单讲就这样 你要把他过去从台大那些案子拿出来 撇开政治的因素 那些都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 一般人就会有问题啊 我讲 今天的一个官司啊 陈经威 是国民党的部门级立委 他是一个副长哥的医师 他是女性啊 那他妈妈就黄昭顺 当然跟我们都是比较相熟的 陈经威现在国民党的部分区 好像排第六 他已经在立法院了 他跟朱凯翔另外一个名嘴 那他们因为揭发林秉书啊 所以林秉书啊 高嘉怡那个前男友啊 在疫情期间用特殊的关系 打到疫苗 那时候很多人用特殲打疫苗嘛 对不对 那他们有什么呢 因为他有证据 他从政府的网站里面 因为他们医生互相传啊 所以就看到了 林秉书有去打 林秉书现在在坐牢 他判两年八个月 大概没多久就出来了 我跟你讲 这种都是很快的 有关系的都是很快的 不到 大家想说会那个 没错 我告诉你 林秉书明年结队出来 两年八个月那么快 因为他是林秉书 他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各位懂了吧 这个我太清楚了啦 要给你出来就出来啦 你以为矫正署那些人 他们不升官发财啊 他都看人脸色啊 你知道吗 那个监疫的情况我也很熟悉啊 很多人讲 你怎么会熟悉 对 我没坐过牢 但我们会去采访嘛 我们记者很多东西会熟悉 会知道哪些情况 我们会去比较嘛 那我想喔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林秉书就去告陈秉慧朱凯祥 还有一个女医生 这个女医生就是 他从台北市联谊的电脑里面 看到林秉书去 打特前疫苗 特前疫苗可以不可以 我相信大家回到三四年前吧 凭什么那些人先打 如果第一孙悦是医生 医生接触病人让他先打疫苗 没有话讲 大家要把时间推到那个 我觉得我像我在讲新闻喔 或者我们在台湾喔 你在做评论有时候最困难的这种 民众太容易遗忘了 现在谁还记得疫情期间 每个人吓死了 对不对 出门每个人带口罩 乖乖带口罩 陈时中讲什么你就听什么 陈时中民调 万一度百分之九十四 为什么大家怕死嘛 只好把自己的希望跟生命交给一个叫陈时中的人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说什么大家就听什么 他下午两点 他下午两点开记者会 我们那些政论节目都不用开了 因为大家都要听陈时中在讲什么话嘛 他讲的都是权威 可是 里面错误内容一大堆 所以 他讲了没有几天 小董 我在我小董真心话 我说他里面很多东西是抽的 胡说八道 媒体做标题是什么 名嘴 董志森 怒战天神陈时中 大家记得吧 我说他怎么讲鬼话 他懂什么啊 小董你又懂什么 我有一般的常识 他讲的东西已经脱离常识了 我以前是医药记者 他想说你又来了 小董你以前又说跑台电 你到底跑多少钱 对 我都跑过 我就是专属的 没错啊 我以前是跑医药的 我以前是医药记者 我们当然有 比一般民众更多一点的 医学常识嘛 但是我讲这个 陈时中很多东西都已经脱离常识 而且他有政治的意图 他乱栽账嘛 对不对 他说我们的疫苗 R&B BNT啊 我们的疫苗 中国大陆叫互必泰 他说中国大陆那一批哦 是他们哪去那边包装啊 不 在中国大陆包装根本就不干净 我们有人说要从 要透过他的管道过来不干净 那东西都是假的 BNT怎么会是这样 BNT是原装 送去中国大陆 在德国装的 所以陈时中其实就在说谎 因为他用意识形态来说谎嘛 他要替民进党去守那一块嘛 民进党那一块就叫做没有人性 垃圾下山烂不要脸的畜生党 各位朋友 小董讲的很流利啊 畜生才加入民进党啊 法院也判啊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 因为我的案子已经定案了 所以我比较敢讲 我前面都不太讲 这个已经定案了 他不能再上诉了 那我讲哦 有时候讲这东西会觉得很气 就是在气在这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小董会判那个 我告诉你 最主要就是我讲的跟公益有关 民进党为什么是垃圾下山烂 出生党 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访问张亚中 讲到两岸 讲到两岸我就很气啊 对不对 讲到两岸都要金门人去送死啊 你们民进党每天搞台独 去挑起两岸 你们得到选票 我们失去生命 我们失去安全 金门都在吊吹我就痛骂 民进党这个不要脸的畜生党 畜生的那样 骂一骂他们就去告嘛 告一堆 我到法庭我的辩词很简单 我这是公益啊 我这针对公益事件的评论 我不屑民进党 他就是个畜生党 在我的评教他就是 他是执政党 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让两岸这万分了 检察官法官都会采信嘛 为什么 因为执政 你就要负责老百姓的安全财产生命 都要保障 你怎么会去挑这个 你说我没有挑 那这是人家评论 这是一个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范畴 对不对 这个是普通常识 我讲这普通常识 检察官法官都听进去 这就是你针对的是一个执政党 你痛干他有何不可 全世界没有不可嘛 全世界痛干执政党 不是一个 一个普通 民主国家都可以做的事情吗 这怎么会有罪 我其实是老神在在 当然周遭很多朋友 或者一些亲戚 什么大家替我担心我都不用怕 我都这个 因为这一类的官司我打过很多啦 我们最多也就是这样 嘴巴坏是坏 可是 可是民进党在我评价 就是一个出身党啊 那是有什么好讲的 你执政你怎么会去 当家一直闹事 因为你认为你闹事有票 对不对 每天跟在野党对干 每天要跟共产党对干 就是你认为这样对你有票 你巩固嘛 可是你没有顾虑到大家 性命财产的安全 民进党这些公职人员 在中央政府地方做事 在地方政府执政的 后再立法院当高官的 在地方当议会议员的高官 民进党所有这些公职人员 有谁的子弟在当职业精人 有吗 你有职业精人吗 你要打仗 第一个职业精人一定是 第一优先嘛 第一个上战场 你们没有人要 要第一个优先第一上战场 那你们每天在挑衅 挑衅什么 这是小董简单的道理嘛 我的愤怒其实就是来自这里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今天上午的判决 这个判决很有意思 陈青威跟朱凯翔输了 判了五个月 当然还可以上诉 可以一颗滑金还可以上诉 他被林秉书告 为什么呢 因为 陈青威我不讲他是副厂科医生吗 那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那佛金颖 金子的金 颖就是我们颖川 姓陈的颖川颖派那个颖 佛金颖的男朋友 在联衣 就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那他去看他男朋友 就坐在那边就从男朋友的 电脑上面就看到 他就搜寻了 搜寻到 哪一些人可以打 就找到林秉书的 所以他就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传给他的闺蜜 陈青威 陈青威看 林秉书特勤嘛 特勤打疫苗 林秉书特勤打疫苗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他就传给 朱凯翔 朱凯翔是一个名嘴 我昨天才上他节目 不一样了 那他昨天我要走之 他跟我讲说明天他那个案子会判 然后我问他情况怎么样 他说看样子会输 我说没关系 你在二审 你要用公益的方式 公益的方式去辩论 就像我 我们这是公共 你执政的人怎么可以不批评呢 批评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要用公益的方式 他们打输了 还可以再上诉 那我讲 我跟各位朋友讲 林秉书 这个案子就是公益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特勤打疫苗 别人不行 我们那时候分级 医生 警察 警察是我们一直骂他来给警察排第二 对不对 医生因为接触变成第一 第一嘛 然后我们 我们 像陈时中他们都第二 好笑 好笑 他官员自己排前面 小董排第十 我排第十 大家一直打打 打到快 我们已经是最后的选项了 才轮到我们打 我们无焉无为 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说 为什么不先打我 我们是媒体 有些媒体说我们在前线采访新闻 我们要怎样 我从来不讲那个 为什么 当然先给别人打 我们 我们身体这么强壮 我们就跟人家抢什么 各位朋友 这就是 这就当然很多人 因为那时候人心惶惶 人人怕死 包括我都怕死 对不对 但是 你要有个顺畏 才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 林秉说贫什么优先打 这是不是公义 这是不是特权 是 他是特权 他特权从何来 因为他女朋友是立法委员高嘉怡 高嘉怡的特权从何来 因为高嘉怡跟柯文哲是好朋友 所以台北市政务卫生局的局长接到 高嘉怡的电话 局长 我给你一堆名单 这些人要优先打 到哪里打 到核心 核心是平常做副长 可是他也是诊所 那时候核心 跟好心肝两家不是打了一堆特权人士吗 那核心的名单 就是特权 各位我讲最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务 是不要连到几点 下见下流 柯文哲今天还在 大家在讲他的超手 超手他们那些账 那些账我昨天就讲过了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务 下流下见不要连 为什么 你怎么搞那么多特权的人去打疫苗 而到今天为止 各位朋友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人受处问 要不要连 柯文哲就专门在搞特权了 我就讲嘛 我讲多少年了 有谁理我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一当 办公室的 邱毅凯 他的秘书 马上发文给兵议处的专严 帮我们找一个人 他胡社会议 他姓周 他在柯市长选举的时候 帮了很大的忙 在大数据在网路上 要把他找来 到我们市长室来当爽兵 胡社会议 在市长室送公文 当爽兵 是不是特权 是特权啊 柯文哲假装 不知道很生气 都是他做的 柯文哲就是都推给别人了 这个人的风格就是这样 让人家觉得悔疑所思 然后假装 把邱毅凯把他开除了 结果没有多久 邱毅凯 又回到市政府的一个单位 什么单位 优游卡公司 优游卡公司 总经理啊 各位 柯文哲有羞耻心吗 我这种人 我就是下戏下警 我都看不起到几点 那我现在讲 陈青葳 朱凯翔 被告有罪这个案子 林秉书可以特权打吗 你告诉我啊 为什么到 到你现在没有任何人被处问啊 你这是什么政府 垃圾嘛 下山岸嘛 我们要给医生给护士先打 给警察 对不对 警察可能接触到一些民众 他不听话 街上乱跑 那时候 我们整个 我们几乎很多那个都 都快宵禁了 我那时候早上来上节目 从华江桥骑摩车过来 过和平东路 我们公司在和平 东西路的交汇口这里啊 沿途走过来 经过万华 几乎整个 早上10点11点 整个街上几乎没有人 你知道吗 好长的时间 好几个礼拜一直是这样 各位朋友 我骑摩车我自己感受最深刻 万华 我过去在这里上班 在中时啊 那个中时 中国 这一站就叫中国时报 就在中时 我们这边 早晚各处都热闹 你看早逝 你只要早逝到山水街的市场 小统一切 吃这个吃那个 你到晚上不用讲 华溪街 都是人 人生点会到三四点都是一样 这里从来没有说 任何时候经过是 没有人 为什么疫情嘛 然后万华又被 陈时中 他们把它定为做 这是一个预期 所以你只要 在这里了 你就被做助记 我们的中央政府把人分好几等 把你做助记 你是万华的 你要进这栋大楼 要QR5不行 你不能进去 因为你是万华人 各位你知道吗 这叫歧视 这个垃圾下山烂的政府就搞这一套 可是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下流 你搞那么多特权 有没有人被处分 我请教一下 请告诉我 你也知道是特权 邱毅凯你还假装处分他一下 叫他滚蛋 后来又把他找回来当悠悠卡总经理 我请教你 你这个案子有 有谁被处分 卫生机长有处分吗 没有啊 我那天骑摩托车经过台大 还看到他的购马路 好好的啊 回去台大当医生啊 黄世杰啊 那大家看 没有人受处分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府啊 你们搞特权啊 柯文哲天天在搞特权 我老实讲 他抓到台北市政府里面 有有钞票有钱 对不对 他有权利 有权利又有金钱 他就在里面乱搞 好的位置 给他们自己 民众党的人到来 到进来 让市政府来养他 这个人的行径 悔于所思 各位朋友 那你 你今天 朱凯祥跟 陈敬威他们讲的 是不是公益的事情 是公益啊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 可以让 有特权的人优先打 林秉书比我还年轻 身体大概跟我一样壮 他年轻我这么多 他凭什么可以先打 我请教一下 柯文哲从来没有给答案 柯文哲有没有羞耻心啊 你专门在搞特权给这些人 你说那是高嘉宜 那你为什么要听高嘉宜的 你们平常都要搞特权搞惯了嘛 有关系的人先打嘛 有关系的人先打就叫做特权 你知道吗 不是吗 林秉书打了还是最好的 那时候我们 刚来的这叫AZ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打了 说好像有血栓 包括丹麦 一些欧盟国家都说 好像这个有一些副作用 AZ那时候的有效大概只有七十几 后来来第二种 优先给医生打 因为这个很有用 很有效 他副作用虽然比较强 可是可以保证 他叫莫德纳 记不记得 林秉书就是打莫德纳 打那时候最好疫苗 那时候的BMT还没进来 大家记不记得 小董我是因为 后面一直轮到后面 BMT进来的 正年华是他们买的BMT吧 总共一千五百万剂 我们是第十轮 那我请教一下 你这些有特钱的人 柯文哲有没有主问 没有 柯文哲就是最大的特钱 我爱给谁打就给谁打 可以这样吗 对不对 我哪个职位 我爱给我高中同学 就给我同学 李文忠 捷应公司董事长 然后又来搞嫌疾 对不对 你就是这样啊 我台北市长 互帮有个读董 我就找端木人去 端木正就干赌董 赌董 那薪水好几百万 端木正说 我这些钱都捐回去给民众党 我没有啦 半毛钱 各位朋友 你用你的权利 搞到这个钱 然后放到你民众党的口袋 到底这个党有没有羞耻性 各位我讲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搞特权是柯文哲的专长 而且习以为常 因为大家都很炎量他 他那些小草 大家都不以为此啊 从政府里面捞好处 不以为此 阿伯都可以 你要讲他就说 国民党也这样 民进党也这样 每天都要来这一套 那干嘛选你这种白色的党 从以前搞特权 捞钱就弄到现在啊 大都庚时代来临 都庚为老 记得喝水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没行程 好 那我们今天从宋炳荣开始 好谢谢 谢炳荣 非常感谢炳荣 谢谢 炳荣给我们支持他没有 躲内 非常感谢董哥好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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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董哥好文就 那个 道阳 道阳刚我在中广的时候 那他其实就讲 爆料美金A战的 我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讲 美国那时候的媒体他有 有骨气 现在美体当然美国的媒体也没有骨气 现在美国这些媒体都下山岸媒体 我可以公开讲 专门报假新闻 只为了让美国人有好处 那过去 过去他们很多媒体很公正 纽约时报 华盛顿牛报什么 现在都不是 现在都 替美国政府到处在造谣 因为他们怕中国强大 所以他就每天造谣 他用媒体来筹划你 说你多差都怎么样 然后配合他的政府 这种媒体已经没有隔掉了 前世界最公正最有隔掉的媒体就是我 我敢讲啊 大家来比一比啊 我都骂啊 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啊 对不对 各位各位 大家都可以来做 因为你心中有一个 有一个天平你自己来做对照嘛 美国这些媒体不值得 但是我写这篇是 那时候美国媒体还公正 还有骨气的时代 这篇文章很好看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 道阳把他转载了 三字幕谢谢给我们抖虐 非常感谢三字幕 还有道阳再次抖虐 总结一篇文章 讲日期时代的甲午战争 然后我讲以位战争的一些英雄 台湾的一些英雄 江少祖 吴昌兴 林少猫 余青荒 简大师 柯铁虎 我讲一堆 我们这些 民族英雄抗日 被民进党 当朝的这些人的祖先给出卖 各位朋友大家都很清楚 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壮烈 莫纳鲁道 塞德克巴萊 怎么去抗日本人 日本人打不赢他 就放毒气 我们全世界是规定打战争是不能放毒气 生化武器怎么可以放 那跟放核子弹有何差别 他们放毒气去毒 莫纳鲁道 你知道吗 民 日本人就这么卑劣 大家才看 盗洋再次走念 104年9月24 邱玉凯 没有做 要求 把周世恩 世界的是恩情的恩 把他弄到市政府来当爽兵 欢迎 小董真心话 今天大家要谈柯文哲 我刚才中广已经谈了 因为我要把柯文哲 最近做的事情把它弄出来 所以我今天讲的 这个东西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就是 陈清威跟朱凯翔 今天的宣判有罪 说他们泄漏了个资法 泄漏了林秉书的个资 林秉书就是高嘉怡的前男友 他用特权打疫苗 而且他还用这个特权 找他一堆朋友 通通 都来打特权疫苗 不止只有他 你知道吗 他给高嘉怡名单 高嘉怡就打电话给卫生局长 卫生局长就 把这个名单 交给何欣这家诊所 何欣 最主要是在做作业子中心嘛 互产科相关的嘛 何欣要把这个 卫生局交代的名单 让这些人来打特权疫苗 别人都在等死 只有他们可以优先打 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这不是公益是什么 所以媒体人把他揭发了 媒体人判有罪 我非常不以为难 也不公平 对不对 林秉书赢了 林秉书的姐姐是一个法官 我很清楚 那时候要想方社法记 让林秉书 获得一点点的 类似的开脱或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讲这个 我是要告诉我们很多朋友 你知道吗 在台湾 当然了 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些关系 会用 林秉书那时候的关系 就是因为他是高嘉怡的拦友 高嘉怡跟柯文哲的交情 非常好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连任 高嘉怡去民进党姚文哲的台子 眼睛看着天上翻白眼 那张照片最有灵 然后所有人都讲 你看高嘉怡都没有挺姚文哲 所以姚文哲很痛恨他 那表示高嘉怡挺柯文哲 高嘉怡的支持者就挺了柯文哲 柯文哲就赢了3000票 赢丁守东3000票 大家知道那一场 所以大家 都知道高嘉怡是柯文哲的好友 是挺他的 虽然他身在民进党 那后来为什么高嘉怡这一次会漏选 因为民进党 很多周边的人 包括台湾激进党很多周边的人 说他就是跟柯文哲在那个了 吃里扒坏 就硬把他拉下来 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高嘉怡当然我跟他非常熟悉 因为常是一起上电视 常一起那个 但是 你这个就是特权 这个各位有什么话讲 我想 我为什么开始就要讲说 大家把时间回到四年前 这比较公正 三年前四年前比较公正 你今天能听我节目的 你都有打到疫苗 你都有碰到灾情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心惶惶到什么地步 凭什么林秉书可以先打 优先打最好的疫苗莫德拉 凭什么 因为他有特权 谁给他特权 柯文哲 柯文哲到处给特权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对他好 高嘉怡对他好 所以高嘉怡一打电话来 林秉书给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他给一条的名单 他的亲朋好友 他用来做关系 他到处 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 因为他告诉 人家他认识谁 认识K董 K董大家也不敢写名字 他上面写K董就是张忠谋 我就在K董家 哎呀跟K董的太太 我们正在聊什么话 对不对 然后说哪里有东西要吃 吴思瑶就来蹭 哎呀我也好饿 我要来吃啊 怎么样就大家在互相那边嬉笑 表示他们平常是一伙的 那他在网络的名字叫什么 叫拉斐尔 各位 我有个朋友常来躲虐我拉斐尔 我有时候就讲 讲得很欣欣 那拉斐尔 米开朗基罗 大家知道吗 达文西 那个年代 这些了不起的艺术家 都在那个 文力复兴的时代 那他就是用这个关系 我也认识谁 也认识谁 谁又跟我怎么样 然后吴思瑶 民进党的立委又来 哎呀哈啦一下 又拿个立委又来 哇大家一下 哇他党政关系真的很好 他就是用这个党政关系 让大家以为他不得了啊 他就是这样啊 那用这个来 让你以为说他有怎么样怎么样 我相信张忠谋跟他 也没有好到那种地步 可是他只要 投张忠谋他太太 张淑温的一点那个 他们碰到便 那张淑温跟 跟张忠谋有点怎么样 他会说哎呀 像K董又怎么样怎么样 让你信里为真 因为他有图片啊 他有图片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他这个人很厉害 但是打特权这个就不厉害 打特权是完全柯文哲 这个垃圾下山烂的台北市政府 给他的特权 没有人受处分啦 你要说有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可以理解 任何一个政府机构 都会有一些公务人员 不依照 不依法行政 后怎么样后怎么样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请告诉我 为什么事情这么久 没有人受处分 没有人受处分 结果揭发这个事情的 陈青葳 朱凯翔 是唯一受到处分的人 何金颖 因为他赔钱 跟林秉珠和解 所以他判表情 三个月 三个月你何必和解 你何必跟他和解 朱凯翔跟陈青葳 判五个月 那因为这一类的官司 我自己也蛮熟悉的 因为我常被告这一类 我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朱凯翔跟陈青葳 是不是为了公益 是啊 你们讲半天 讲你们 打疫苗是都公正 大家照顺序来排 结果不是啊 有关系的 像林秉珠这些人是有特钱的 然后他就可以先打 然后你们政府还要替他开拖 对不对 陈时中也在那边讲东讲西 怎么可以容许 这些人 为所欲为 然后施瓦还去判 崔少哲 这个叫做崔少哲 这个崔少哲 竟然被判有罪 请问李登辉 有没有用国安秘藏 有啊 国安秘藏有经过那个吗 没有 自己有个小金库 放在国安局自己用 我们记者跟他写 我们报社被搜索 检察官很神气的进来 要搜索 请问 检察官你有搜索票吗 我就是搜索票 检察官 我就是搜索票 然后就带着调查员 全部蜂蜂 进入了我们报社 要求这边欢箱倒柜 那边欢箱倒柜 检察官潜力就这么大 社长室在哪里 检察官就是社长室 好 你到旁边去 从现在开始 社长室就是我的办公室 检察官这样讲 然后就在里面 指挥调度 然后弄了半天 这个检察官叫黄前路 他现在还在干检察官 黄前路 很神气 我请一下 你办了半天 没有人有罪 你起诉这个起诉哪个 没有人有罪 我跟中石集团那时候很生气 一个检察官可以这样 他说因为你违反国安法 现在检察官 现在民进党的国安法 比那时候检察官厉害十倍 因为他还有缓胜多瓦 还有什么 民进党的下流 跟畜生 就在 他每天用一个 国家安全东西来 来对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我为什么要照他你的人钱 为什么在你脸上吐口水 站在你头上 拉屎拉尿 因为我为了国家安全 民进党就来这一套 民进党的下流 跟畜生都在这里 凭什么 你们不是每天讲人钱吗 美国有人钱吗 美国的下流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 各位大家可以看到 他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认识了美国 美国哪有什么人钱 美国哪有什么人钱 美国有人钱会支持以色列 又死 对不对 会支持以色列 又杀了一百多个 加煞走廊的那些人吗 现在已经死了四万多人了 都被以色列杀死 美国有人钱吗 美国拿武器让以色列去杀人 他有人钱吗 美国是一个畜生国家 各位我们用常识好不好 杀他的人和被杀的人 我没有一个认识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作为一个人 今天小董讲新闻第一条 我为什么在讲台南 的龙鸡航 火烧死了五个人 那是生命啊 我们看很多东西 可是跟我们一样作为人的人 他的生命流逝 那就一个最大的沉痛 对不对 你看到其他人的东西死亡 你比较不会痛 因为不同类 今天你中午吃了猪肉 早上可能有猪被杀了 你没有看到 你不觉得怎么样 你即使知道 你也不会太心痛 甚至不会心痛 为什么 因为他不同类 你会认为猪本来就是杀来吃的 鸡本来就是杀来吃的 是啊 因为他不同类 可是我今天讲的就是同类 台南的 这些相亲 我也统统不认识 他跟我们同类 三大两小 加煞走廊 他四万多人 他跟我们同类 他是人啊 各位 他就生命被以色列所剥夺 所炸死 里面 小孩子婴儿一大堆 几百个几千个 你可以看到 上万个 不是几百个几千个 是好几万个 真的 他大量死亡都是小孩跟妇女 那你 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数据是 百分之五十七就是妇女跟小孩 死亡的 所以你光看到这样 你就觉得什么叫做残忍 没有人性 可是美国在支持他 我们讲新闻 平了就是这个 我的道理在全世界都通 可是我是小媒体 我是小媒体 大家也知道小董讲的没错 那小媒体怎么办 那你再帮我去传 我要拜托各位朋友去帮我传 比如说你YouTube 传给你周遭的朋友 说小董 至少每天你要听个新闻 后解气 后要解忧 抒压都可以来听 因为我讲东西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不讲假新闻 我被告的都不是因为假新闻被告 而是骂人用什么字眼被告 我被告的案子很多 你说你用什么字眼 人家听了不爽 这个字眼是侮辱的 有些字眼 我字眼很多当然是侮辱的 可是如果一个爸爸去性侵自己的女儿 我说他是畜生加三倍不要脸 他去告我绝对不会成立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东西是事实 我用的字眼你听了不爽 但是不一定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曹燕 我是东方摔 好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道阳 是谢谢道阳 道阳给我支持他引用董哥这个好文 那这个好文就是邱毅凯 那时候 要把周诗恩这个 对柯文哲显台北市长有功的人 把他弄到台北市政府去当爽兵 特权从一上任就开始弄 所以你看这一人 每天嘴巴讲很好听 台湾有一些什么小草 这小草 小草 我相信他有热情 但是没有脑袋 没有一个有脑袋 你把小种东西听一听 我从来不讲假新闻 请问这是特权 你当小草挺克文哲 你能不能当爽兵 你能不能到市政府里面去送公文 不能啊 爽的都是别人啊 太阳花爽的是谁 是林慧环一领二十万啊 你得到什么 我觉得 他们有热情我同意啊 但你没脑袋 你就是 对不对 被人家当垫背在那边踩 好谢谢 杨风 杨风就有多累 如果有人说民众党很青年 没有贪污 这种人也许就不用当朋友 没有错 那种是 就这种 没有是非的人 你跟他当什么朋友 你早晚被他出卖嘛 他出卖你他觉得刚刚好而已 没有错 杨风讲的很好 然后菲律菲 我们谢谢菲律菲 观念曾经啊 他都选取以后没票三十元的政党补助款 可以私用吗 然后第二呢 那个 民间 团体公司 坚人要政治现金 依法不能私用 也不能开公司 但可以设立基金会 如果建国基金 这是在讽置阿扁 各位 已经听懂了吧 那文盛晃 谢谢 董哥午安 董哥喝水 谢谢 再来是 J.Yen J.Yen 谢谢J.Yen 他给 董哥喝水 谢谢 非常感谢 丸继雄来了 丸继雄 来跟董哥问好 因为以前 文基雄在我们这栋大楼 还常碰到 现在 就碰不到 文基雄跟 妈妈问候一下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朱金刚 感谢金刚 上面一堆 没有血冲冲淡 井上天花 大家都蹭得很凶 对啊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 红阿花 谢谢阿花 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阿花 还有吴昭怡 谢谢昭怡 感谢昭怡 还有柯柯买 来了 谢谢董哥追放 董哥喝水 欢迎 小董贼心话 所以我刚讲 朱凯翔 陈青薇这个案子 因为他们揭发了 林秉书 打特权疫苗 谁给他打特权疫苗 就是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到处搞特权 然后每天讲自己都青年 自己都不一样 好好笑哦 我骂他下流的政府 台北市政府 我非常熟啊 我在洗水的时代 就在跑啦 各位 我很熟 认识的人非常多 可是每一个人来当市长 他的风格不一样 柯文这时候最糟糕 没有做什么事情 搞了一堆特权 然后把自己人都搞到那里 他是家天下嘛 大家看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柯文哲 最好笑就是 他们家 通通跟这个案子有关了 太太开公司 儿子当公司负责人 对不对 然后谁谁谁又进公司 进市政府做什么关 领什么薪水 然后可以 可以拿到钱了 端木正就派到戶帮去当赌董 再把钱捡回来 捡给他们民众党用 这是一个怎么党啊 他在讨论的所有东西 都因为我柯文责而来的 所以所有好处都要归我 高宏恩也是这样想 高宏恩说 你们这几个助理 会得够领立法院的薪水 是因为我请你们当助理 我聘你们当助理 所以你的钱 你的薪水 是因为有我聘你当助理才有这个薪水 虽然这个薪水是立法院花的 不是高宏恩个人花的 对不对 但是你能够有这个薪水 是因为我给你的 职位 我给你的职位 你才有立法院的薪水可领 所以这个钱我哪一点来用有而不可 你加班的钱我哪来用有而不可 反正你有沒有加班我不管 你只要报加班我就签 立法院要相信委员 我晚上请助理帮我加班 帮我算什么 帮我找资料 算到10点 所以他加班4个小时 我签 那我把立法院的领走 其实你没有加班 那这个是因为我帮你假装签了 违照文书把钱领来了 贪污 违照文书跟贪污不一样 但是我如果是因为假装签 去骗了这个钱 那就绑在一块了 对不对 那大家看 我给你助理的职务 你才有助理的钱可以领 所以这个钱是我的 端木正 你有沒有在听我节目 端木正 我柯文哲 给你到户邦去当读董 你才有读董可当 所以那个钱也回来了 各位 是不是高黄 是不是抄端木正 抄柯文哲的 我不清楚 但他逻辑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啊 那为什么端木正 把钱回奸给 柯文哲的民众党 这么久了 为什么没有事 没有人查啊 端木正很气 你知道吗 他去告减苏培啊 说减苏培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你泄露我的个人机密 减苏培不起诉 他去告台大的老师 因为他去面试 他跟老师讲 老师说 端木正啊 你来考我们的寿司班 EMBA啊 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有 就 因为你要讲自己的资历经历 这种就 EMBA就是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 可以来练 就是 就好像以前台大国发所的 他们来打电话叫我去练 我不要 那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还是要面试嘛 面试那面试委员就问他 东风正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会有 金控 的读董可以当啊 互帮金控 你在他们的证件公司当读董 你在读董 柯文哲因为台北市银行 跟互帮银行合并 所以 互帮台北 里面就有台北市政府的股份 那他又有很多子公司 所以台北市长可以派 几个读董 你知道吗 就是在他所有的子公司 还有 互帮这家金控里面 可以派多少 你知道吗 14个 柯文哲大不大 其他人有没有回歼 我不知道 端木正自己坦白说他有回歼 他跟他的老师讲 哎 端木正你这么年轻 怎么有金控的读董可以当 啊 我这读董 那个钱我都捐回去 都捐回去都没有领半毛钱 后来被减苏培执行 端木正认为是他两个老师泄密 一个首长 一个教授 就去告他们两个不成立 他又去告减苏培也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你没办法证明是他们泄密的 减苏培他执行啊 他台北市监督台北市的金 台北在这里股份嘛 这是他的职责 所以这叫叫什么泄密啊 大家看啊 我讲哦 你你今天在看 台湾很多事情 他其实跟党派跟颜色有关 那今天 我也跟 我们很多朋友表 你看端木正他现在回籍了 他周天没有出席 柯文哲的记者会 柯文哲记者会 的目标只有一个 我们 减速给各位听 因为我昨天中午12点 他两点开嘛 减速给各位听 他说我们 查到15笔漏报 2笔误报 是端木正 说他时间来不及 自行调节成为9笔去申报 他把短 差的这2000多万 申报到三家公司 叫做石乐 尼奥 还有木可 所以是他一人所为 各位 然后这个一人所为的专木正 没有出席记者会 没有让记者来发问 然后他们讲了 大家就觉得 姐姐了 记者也都没有问柯文哲 更毒辣的问题 要是我在场结队部会 然后他们就觉得 讲完了 没讲到专木正 昨天下午就回击了 我在报仗里面 我都依照那个 我都合法了 你到时候监察院 或者台北地检署司法都会还我清白 我是清白的 不要赖给我 简单讲就是这样 各位朋友 端木正 他现在的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柯文哲当的前台湾人的面 大家都在看这场记者会 他在讲什么 他说端木正是一个作假的会计师 把我们民众党害惨了 以后还有任何人敢给端木正的公司 来做会计的签证吗 他这家 会计师叫做精英会计师事务所 我也认识很多会计师 譬如说罗淑雷 譬如说林庆龙 林庆龙会计师事务所在复兴南路很大 就大安站那里 捷印大安站那里 因为他以前当好几队台北市医员跟我熟识 那大家看 会计师是非常难考的 会计师难考的要命 甚至可以讲比律师还难考 你会计师签证 人家就要付钱给你 政府认为说这会计师签证 有品牌 对不对 就好像人家开药给你是医生开给你 不是路人甲随便报一个东西让你去买 不是 医生有认证 专业嘛 会计师专业有认证 律师有认证 他有经过政府考试 他才会成为律师嘛 你有某一个认证的一个牌照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那他是靠这个在赚钱的 以后 全台湾有谁敢让 端木正帮你报仗 报会计 敢让你签证 签证他盖上他的印 国税级一看 这家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什么安侯啦 什么这几家 大家看 我这大的会计师很有制度 很严谨 他有这几家 那我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那端木正还 他还坐得下去吗 他以后不会有任何生意上门嘛 谁让你签证 那就是保证什么 保证国税级会来查你的账嘛 对不对 所以 他完了 他 如果不赶快回局 不赶快把这事情 讲清楚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端木正显然 他是很挺柯文哲 可是这些年来 他在柯文哲身上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柯文哲给他读懂 他都要把钱钻回来 他去开会 他开会没有出席会 没有薪水 为什么 这些钱通通要给柯文哲 的台湾民众党 所以这是 这是不合理 已经到了匪夷手势的 各位朋友 你如何看待呢 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 柯克嘛 柯克嘛 我非常感谢柯克嘛 他给我们 我支持 还有 真 柯 军手 军手 董哥讲得对 讲得好 只有董哥讲得正确 才能救台湾 谢谢 非常感谢 是 我们很多朋友 你要听柯文哲 我今天在中广 已经 那边讲一个钟头 所以请 请上那个中广的论坛 因为我不太希望说 重复 因为两边都各自可能有一些听众 有些听众朋友 他两边都听 你就会变成 听从户的 我不要这样做 我的题材很多 谢谢 然后 A大雄 谢谢大雄 我们的好朋友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梅华 张梅华 来的 谢谢 董哥要喝水 疫情期间死2万多人 没有错 正如没人负责下台 那打特钱的人就先打 像林秉柱他们 好 谢谢 腾起秀丽 我们日本来的好友 谢谢腾起秀丽 他请我喝咖啡 谢谢 请我去 这是新加坡来的好朋友 董哥 记得要喝水 加油 台湾大法官 比不上新加坡的法官 跟大法官 谢谢 没有错 牛泡 谢谢 董哥认证 避暑铁证 胜速加一 谢谢 非常感谢 董哥刚刚少念一个马勒格基 马勒格基 我们艳兰来的好友 谢谢 非常感谢 他刚刚也到中广 所念我 非常感谢 Andy Chen 好 Andy Chen 柯跟黄珊珊真是够了 的确是 谢谢Andy给我们的企划 谢谢